各位觀眾大家好 繼續回到直播環節 身邊嘉賓有越財政圈研究部的 高級分析員王偉侯在此 Rafi 你好 這一節是問答的 家庭中還有任何股份問題 要問我們的分析員 可以打電話來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ASKFBXChannel.com 聽聽家庭觀眾就是鄭先生的電話 鄭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農航 農航我賣入3.7元 現在好像沒有很大的傷心空間 好 先看看前景 見到農航1288 在4.25元 升級3仙上來 家庭觀眾鄭先生 在3.7元 有持貨 看回都有一定的利潤 不過之前在高位4.5元 左近開始回落 回落到4個多行戰 又有一點反彈動力 是否持貨也不怕呢 對 其實以農航來說 我覺得暫時就持貨 當然同意家庭觀眾所說 沒什麼太突出的表現 因為這樣算 始終沒太多消息 叫做離好農航 或者整個農航的板塊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一層 無論是升或跌都只要跟著大市走 或者是大家所謂的資金追追 但不是它有什麼特別因素推上來 因為之前也說了 整體樂人的公司 之前出的業績 我覺得一來增長是貨幻 二來方面 其實明顯地派息都是縮減了 變相其實沒太多的亮點 但是之前股價這樣抽高了的時候 意味著都升得比較急了 所以借勢這下有回調 有些橫行整固 其實很正常 所以變相以一陣滿一點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好幸好你3.7元 叫低位有貨的時候 無論這一陣升或跌都好 其實你還是賺錢的 我覺得其實你還可以再等一等它 因為如果以整個走勢去看 譬如之前3月底、4月初 由3.0元上至4月最高4.5.5元 之後兩次頂之後就慢慢下來 但去到50天線 大概4.1附近 又看到有支持率上來 譬如今關鍵來說 就看看20天線 大概4.3附近 究竟能不能夠站上去 如果站得到的話 我覺得絕對你可以看之前的高位4.5元 但如果站不上去也不要緊 我覺得可以再拿著 只要股價不穿50天線 不失去4.1樓下 不需要緊急去支撐住 謝謝Rafi的分析 幫到你嗎 鄭先生 謝謝 謝謝你的流電 接著就跟進電郵方面的情況 有一位林小姐的家庭觀眾 想問1958的北京汽車 想問Rafi的前景好不好 以及在什麼價位可以買入 記得你之前都有推介過的股份 現價凹布在11.02元 暫時升四仙上來 不過看到近期一直上升 上升到11.5元 開始有點繁複的格局 如何看前景 這個價位買入是否適合 如果以北京汽車來說 確實是自己之前推介過 特別是今年初 但當時的價格 大概是八個嶺這邊位置 但到今時今天 都11元以上的時候 其實看到過去的幾月都升了不少 也升了自己的目標價 因為當時好像看10元以上 但以基本面來說 我覺得還是理想的 特別是它本身一例 旗下的北京汽車 其實依然都是賣得比較不錯 更加以整體北京汽車 之前第一季的季跡 其實是做得比較理想的 而以前景上去看 其實以來預期分 今年特別第二第三季打牛的時間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車種 都會推出市場 不論旗下的泵汽也會是 旗下的北京現代也會 甚至北京汽車自己的品牌也會 三個品牌 其實以來都會有新車出 我相信銷售來計 其實今年應該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前景來說是好的 但只不過問題 剛才提到一點 就是價格 其實這幾個月 特別這一個多個月 女子的升幅真的比較多 變相如果現在才進入 似乎就好像直播性不是那麼大 因為特別以走上去看 你看到大概4月底 5月初到連續兩次 試過大概11.5 附近左右 都有一定的阻力壓下來 升不破 所以變相如果你以現階段 11.06元去比的話 看都是11.5元 變相只有大概四毛多指 似乎就不是那麼高的直播空間 因為如果破不了的時候 又是會整固的 所以如果給你多少耐性 大家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股價接近 可以做一些再深一點的調整 下回大概10.7至10.8 我覺得才買得比較好 到時來計中線來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破11.5元之後 移回大概12元邊 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我相信只要這一層 不跌穿大概10.1至10.2 其實問題不是太大 謝謝 謝謝Rafi的分析 跟著再跟進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友 他就是姓綠 都想問一隻2880的大年港 他在4.3元是有貨的 他問問可不可以保持股份 還是還是再看定一點 看看現價佈在3.91元 即是4.3元的賣入價 暫時都有一個虧視在手 應該怎樣去看這隻股份 如果以大年港來說 雖然你暫時的賣入價來比 就暫時的賣入價 因為4.93元和現在是3.91元 那就暫時的大約一成左右 鬆一點點的一個虧損 但我覺得當然繼續拿著它 因為一來本身以大年港的H股 對比A股方面 其實還是有一個字樣在 變相我相信 即是未來再重新炒一些 H股差價因素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不會太差 而且二來以之前那牌 為什麼跌得比較明顯 其實最主要都是守回 一來守櫃方面的業績 在我倒退 二來也有一些股東減持等等因素 變相都令股價錯了下來 但我相信到現階段 大概3.9至3.8多這邊位 其實都消化了不少 所以你看到這一層開始 其實屬於一個叫做橫行拉脚的格局 即是沒有再深調整 變相大家看法其實不是太差 所以變相只要接下來 我相信能夠站在大概50天線 靠近3.7樓上走的話 其實問題不大 所以你可以定3.7做指示位 如果不穿的話 反正上面來算 看看能不能夠慢慢站好之後 可以重新上20天線樓上 只要今次能夠站20天線的話 我相信暫時的目標價 可以放在大概4.6左右的水平 好啊 接著就跟進電話方面 陸先生的電話 陸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175和6863 我175是四個半買的 6863是兩個八買的 是 看看前景如何 或者可不可以溝通 好啊 先看看175的吉利汽車 現價報在4.19 暫時跌幅 今天就比較厲害 跌壓近2% 都說回到近兩天 有回升 在50天移動平均線 但似乎穿了20天線後 好像沒什麼力量 前景上來說 應該怎樣看呢 如果四個半的位置 有沒有機會上回去 暫時來講 當然四個半 我覺得其實有機會上回去 但見到這一層開始 的確就升完之後 明顯第二十天線 都有一定的阻力 就好像是壓下來了 但我覺得形態上看 其實又不算太差 特別以支持位 四元邊 我覺得只要這一層 四元這些位置是不失的話 其實那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太大 所以你可以暫時 擺在四元邊做離場位 穿的才考慮減幫離場 不穿的話 我覺得再拿著它 只要今次能夠爭下預期 站穩 在20天線樓上 其實暫時目標 可以擺在大約4.5至4.6的水平 好 接著 也看了663 揮山雨孽 現價報在1.61 跌超過1% 仍然要偏遠 而且說之前 一路的基本面都不太好 一路股價在跌下來 終於在近期 回升到最高 過9 差不多的位置 二家庭觀眾 在2.8有貨在手 應該怎樣部署股份呢 如果回升到2.8 我相信已經很久之前 握下了 這刻無論是升溶跌也好 其實仍然是人性價 可以做事真的不多 但希望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做一個突破 因為整個走勢來看 你看到近期越走越窄 甚至乎走一個比較大的旗形出來 接下來能夠站在六樓上跌不穿 我覺得之後有機會 承接突破一個爐半樓上 表現上這個旗形有個突破 到時的價格應該就比較強 因為以這個比較大型的旗來看 量度的幅度上看 其實都應該有大概六毫子的距離 如果以過六一個爐半拉回六毫子上去 其實有條件示範大概兩個二至兩個三度的水平 但當然這些要給多一點耐性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暫時看著 大概一個五毫多至過六這邊位 能夠站得住 我覺得你再拿著它 反而如果能夠突破 以大概兩個二左右做中線目標價 好 幫到你 陸先生 我可不可以溝通一下 但暫時來說我就不建議溝通一下 因為始終我覺得這樣說 雖然現在的價格下來了 溝通來講 如果以成本價來說是有效拉低的 但暫時我覺得股價上說 又不是太有動力向上 所以就算你拉低的平均價也好 但股價如果不是這樣移動 其實效果來說 我覺得也不太大幫助 好 希望幫到你 陸先生 我們這一節的問答環節時間 也是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來電 也感謝Rafi的分析 講的股份有沒有哪種持有 都沒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問答環節